臺灣有很多知名的三秘師 接下來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瞎眼的三秘師 這個人曾經成功預言過阿扁當總統 我很好奇他人在不在 住哪裡 電話多少 來試試看 對 住嘉義民雄 現在已經做生了 不過他是一個傳奇 有幾個經典的故事 一定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十四五歲 他就出來擺攤 那時候就聖門 他看過的人大概有二十萬人次 然後看過八位的這個元首 那其中蔣宋美齡也被他看過 包了六千塊 他說柳向氏說 他說這個蔣介石包一千塊 那普正希南韓總統 包最多兩萬塊 南韓來算 對 連奧地利也來了 包多少 沒有包 因為西方人可能不知道 要這個包紅包 阿扁總統四歲的時候 扁家帶他來給他算 以前算一個他就覺得 這個會做總統 家人覺得在狐疑的時候 他說你要丹到這個阿扁 做總統那時候要注意 這個第一點 要說第二點那時候 人已經回去了 他為什麼 那時候就想說沒什麼要算 當然這是一個笑談 可見他有多準 據說他的準度 是跟一個流水師小女孩有關係 這個是他媽媽 柳向氏 蔡花生他媽媽說的 他說那時候 蔡花生還沒蔡花生 國中那時候放學 然後經過他們家的禪 禪花旁有一條架 撲一個水流失在那邊 他看到很慈悲 他就挖一個挖一個架 把那個小女生帶進去 再插一個桶子 動作是墓碑 不知道這跟後面有關係嗎 因為他們家是世代是務農 淨殘淨殘說把酒去感染 後面就失明了 家人為了讓他未來有這個謀生 就先帶他去抓龍 學抓龍普通 但是學八字命理 七天西天他就熟能生巧 到貝如流很厲害 就開始在職業 我採訪過他的二兒子 他說他老爸多厲害 他可以斷生死 這麼厲害 可以錄音 有一個太太 他就帶著他的老公的八字給他算 他就從四歲算到四十歲 到四十歲說 好 關掉 關掉 那個太太馬上哭出來 因為他老公四十歲 就在那一年往生了 另外有一位女作家 帶他的閨蜜來給柳相識算 柳相識跟他講說 柳相識跟他講說 某月某日千萬不要出去 那個閨蜜就跟他講 那個算命師跟他講說 你過了那一天之後再來給我泡茶 那個閨蜜到了那一天想說 我今天只是去市場買菜 應該是沒什麼關係 想不到就在菜市場被車輾過去 車節 對 第三個有一個 有一次也是很神奇 有一個全家 他命盤都擺給他 他算到第二天說 你這個第二的學生不用玩 兩年之後他來說卡四 他媽媽嚎嚎大哭 他說那個阿桑你也不用哭了 因為這個駱駛八二名 爪胸後的天主堂 他覺得唯一要改命就是教育了 好 我們講到這個柳眉先生 現在台灣還有一位 因為那個柳眉先生已經往生了 還有一位 對 還有一位是在台灣尾 恆春的地方 他還在 他今天他用餘生 他現在八十幾歲叫陳天靜老師 他年輕的時候在這個福德宮 抽過一支籤 他有聽 但是你也不能說他不懂 為了生計他還是照去做 結果失明了 他為了不讓人家重蹈覆測 所以他終身解籤 他這個故事是這樣 民國五十九年的時候 那時候那三十五歲 那時候 鄉村所在都製那個 氫末 就是做塞了嘛 但是他說日本人引進奶龍之後 取代了氫末 沒生理 沒生理 對 沒生理之後 他們四孤頭是他們的村莊 鄰居就跟他講 不然我們來託 我們因為 比較好賺 我們因為他有限制二十三個人 二十三名單 好不容易進去 那他推薦 他掛盲腸 他說盲腸也掛好了 古代上遠也要割盲腸 對 兩天前他去這個福德宮 去給他 土地公盤 抽一支籤 他抽到是四十五籤 意思叫他不要去 裡面有講 好將心地立更雲 彼此三頭總是墳 墳墓的墳 最後一句叫修圍到底 卻輸軍會輸 他也不知道要輸什麼 他們家的重擔都在他肩上 他又沒出去了 就沒錢了 他如果又去 對那個遠洋 一個月之後到南非的開普墩 結果視網膜病變 回到台灣的時候 已經失明了 他從此立下宏願 他要為所有來土地公這邊 抽籤的人解籤 以免重蹈他的負責 誤會的 現在又聽說非常非常的零 那這是台灣最南端 最北端呢 除了行天公地下街 他還有一個台北車 的地下街非常厲害 有一位宅男 他是張同學 男大師 還在吧 還在 活跳跳 他那一次去是這樣 他有個模型電玩的商街 他去的時候 要拿一個軟體 遊戲軟體很高興 接到他們家 一則簡訊之後 愁雲產物 走出來會經過算命街 就看到一位先鋒盜骨 白髮蒼蒼 胡子 他說他要銀杆 他說想想的 這可能八九十歲了 跟他 跟張同學 拭目交接 啪啪啪 他說年輕人 你們家好像有事 哇 拆一個 真的被他料到 好像延續劇情 他說你來 我這個十五塊 減一個人十五塊 給你結婚 因為我們 幽炎 然後呢 男大生說 他就是那個師傅 就給他掐子一算 說你媽媽 你照我這樣做應該沒問題 他媽媽發生什麼事 這個男大生的媽媽兩天前在廚房那邊炒菜 他這樣砰砰說 哄去 送去八年 他檢查說沒問題 但是他已經昏迷兩天 所以他家人為了要給他 台北念大學的 這個兒子趕快回來 就送卷訊給他 他就問那個師傅說 問那個算命師 他注意什麼 他說 他們的廚房上有一個 碧桂裡面 東西比較清清 你媽媽可能落後起來 他連夜趕回去南部 跟家人商討之後 把那個碧桂拆下來之後 你知道碧桂裡面擺什麼東西 什麼 菜刀啦 菜刀啦 水果刀連鯨子放在裡面 後面有一塊棒子 沒多大塊 仔細一看 新豬排 新豬排在桌子裡面 對 不是他們家的 因為他們這麼砰 你去沒辦法 人家的新豬排 他趕快請那個宮廟的法師 把新豬排給他送走 後來他媽媽就醒過來了 就跟張同學講說 哎呀他忘記了 要給那個算命師十五塊 因為他要講十五塊 媽媽說你不行 你要包一個紅 穿五塊媽媽給你帶去 去幫他洗豆箱 他再回到了那個地下街 那個攤子有油圓在 老先生那個老師沒在 換一個女相識 他說 那個大姐 那這個 我那天有遇到這個 這個老先生 他就到後面拿了一本那個筆記本 裡面夾了一張黑白照片 他說 你說的是這個嗎 他說對 這個就是那個女相識的阿公 所以他看到他阿公 阿公來幫他解籤 阿公來幫他解籤 他說那為什麼我可以看到你阿公 那個女相識說 這就是跟他阿公講一樣的 這就是雙幻 所以阿公其實已經做生了 做生了 已經往生三十多年了 後面他就說 他媽媽有交代這個 一千五的紅包給他 因為阿公說十五塊 他說 好 為什麼十五塊 阿公民國三十八年那時候 收復光復台灣那時候 他就是算一個十五塊 所以後面十五塊有收 幫他阿公收下來 也算幫那個張同學了卻了一樁心願